周星驰踩入短剧市场携手一线女星陈妍希打响头炮 依照现实短剧市场的需求 年赚过一元绝非难事 据知周星驰今次拣选了从未合作的台湾女星陈妍希担任主角 认为她外形不俗且有喜感 很适合拍短视频喜剧 而陈妍希早年受访时 曾扬言愿意剪片酬跟周星驰合作 双方可为一拍即合 周星驰宣布发起短剧项目9527剧场 计划联合优秀的青年创作者 基于账号周星驰导演作品 面向用户进行内容创作 该项目的首部作品是由周星驰出品 一小星监制的金珠玉叶 预计将于今年五月份和观众见面 周星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短剧是近年来科技创新和媒介创新的 一个迅速发展的领域 希望可以带给观众更多的欢乐 在9527剧场发布的首张海报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周星驰经典电影的元素 就比如说石神 喜剧之王 长江七号和美人鱼等等 我们回顾这些作品 它们既是轻松幽默的喜剧电影 同时也是细致入微 打动人心的小人物故事 这样的创作风格和短剧的传播特点 有契合之处 再加上周星驰过去的作品 为广大观众所熟知和喜爱 9527剧场已经发布 就引起了全网的关注 近日由浙江广电集团旗下蓝色星空 等联合出品的贺岁电影 新喜剧之王 在杭州举行盛大录演活动 导演兼编剧周星驰 写影片主演 鄂靖文 黄霄鹏等现身现场 周星驰凭借在华语影坛的号召力 让影片胃硬鲜红 当天的商城被热情包围 全场尖叫不断 周星驰在现场透露 二十年前 影天愁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所以二十年后 我又重启了这个故事 影片中融入了周星驰 二十年的人生感悟 将临时演员 跑龙套的励志故事 重新演绎 以努力 奋斗 出征 赫岁党 周星驰表示 新喜剧之王 是一部致敬平凡人的电影 只要不放弃 每个人都能够成为 自己领域的喜剧之王 影片目前已开启全国预售 在新浪微博和百度指数的 同期影片排名中 位列第一 影片将于二月五日 大年初一在全国上映 各位观众一定不要错过 一部致敬平凡人的 有没有误误反应的 有没有误误反应的 有没有误误 有没有误误反应 有多少开心反应 哈哈哈哈 难过 嗯 滚 麻烦做个痛苦的反应看看 哎 哎 哎 这个就是家里 哎 这就是真的 是绝当的反应 有病就去看病吧 别在这儿传染我啊 商业有专攻 趁你妈的走开啊 跑龙套也可以自食其力 行经病 你要相信自己是最好的 不是第二第三 你就是第一 增绩的反应谁会 你 不行 你来 来来来 好 走 是闭着眼睛死还是 我已经说了 毕竟是在这丹鸽中死亡 家伙仇恨 这种死不瞑目 应该 感谢各位收看本期好看中国蓝 不要忘了 本周五有第四季王牌对王牌 强势回归 您一定不能错过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好看中国蓝 我是长庚 各位好 我是罗希 由秦俊杰和徐璐 领衔主演的谍战剧 天衣无缝 正在我们 这张卫视中国蓝剧场 火热播出 没错 作为2019年的 开年大戏啊 这部剧可以称得上 是一部非常精良的作品了 但是您有没有发现 这个剧当中的人物关系 真的非常的复杂 我一开始呢 真的是看得云里雾里 但是连续看了几集之后 我发现真的太好看了 根本听不下来 没错 我相信很多人 都有这样的感觉 那么在接下来的剧情当中呢 小资质问自立群 是否爱过贵婉 为什么又要杀害她 而当自立群 说出自己的理由之后呢 更加是怒斥小资 不该牵扯进来 这时候贵义啊 铁定了心 要去救出小资 甚至呢 有一些失去了理智 林锦萱万般的阻拦 都阻拦不住 但是呢 凭他们对自立群的了解 贵义觉得呀 小资不是被动刑 而是可能直接被他们处死 自立群把一颗小药片 放到了小资的面前 小资问大哥说 是不是铁了心要自己的命 但是看到自立群的表情之后啊 他知道大哥这次是真的下定了心 那么小资真的 会死在自己大哥的手上吗 让我们马上接着往下看 我大哥呢 孩子呢 我说 我大哥呢 我问你孩子呢 我要见我大哥 等我见了他 我就告诉他孩子在哪儿 子科长和子先生 去了特派云风树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知道呢 我被归义打了一架 给我找个医生 我这就去安排 你在这儿等他 看好的 看好的 子先生 我找了一套全新的人马 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之所以 不让你们兄弟来露面 也是经过深重考虑的 你要知道 你们兄弟二人 远远深厚 一旦让他发现了你们的踪迹 亲账老账一起一算 就会扰乱我们的大局 子先生你放心 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罪犯 哪怕他身居高位 我也杀他个骗家不留 我明白 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 自己想说的对 我们要竭尽全力 挖出危害我们党国的毒瘤 这个案子马上就水落石出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真的是不想看到这两兄弟 会变成这个样子 各位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剧情的发展 一定要记得每天晚上19点30分 锁定浙江卫视天衣无缝 那么除了烧脑的天衣无缝 我们的周波剧场也在为大家带来的 是小女花不器受到大家的追捧 在今晚的剧情当中 七王爷是病重了 这个时候陈玉听说苏州有一位神医 于是他就带上了猿虫 到苏州来找这位神医去为七王爷治病 那另一边呢 为了试探身边的人 和对朱福有敌意的人 这花不器决定以身当成诱饵 决定跟小虾调换一下身份 一起去试探一下 他把小虾装扮成了这朱家的孙小姐 然后把自己打扮成了婢女的样子 这两个人就出门去微服死访了 刚刚出门 这花不器跟小虾就来到了最一台吃饭 这个时候苏州当地的地痞吴老虎 也在这里吃饭 看到了这两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就上前去调戏 这个时候正在吃饭的猿虫出手相助 他会认出这就是花不器吗 让我们接展往下看 我们的自办栏目 接下来马上为您送上 这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千计在家 也需要后天的勤家鼓励 不要想着一步登天 这一朝一世 一拳一捅 都是要靠自己磨练出来的 天下武林的王牌之争 才刚刚开 都是要靠自己的 都要靠自己的 他的 天下